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上世紀的偷渡客 有人在洞探頭出來 不過不是朱向心 而是個小孩子 估計大約十歲左右 他一見到我 就啊!一聲 好像見鬼一樣 不斷叫 公安來了!公安來了! 他不斷走 不斷圍著附近跑 跑圈地跑 但始終沒有離開 跑了大約半分鐘 他突然間 整個人撞到樹上 之後就消失了 我看著小英 他一點都不驚奇 很鎮定繼續聊天 嗯? 莫非 他見不到個弟弟? OK 我又要習慣大家的視覺頻度不同 小英忍不住 要進去找她男朋友 叫我無論怎樣 都要等她出來 然後 就一聲 跑了回去 其實 以他們兩個的身高 起碼170cm 我見過洞 這麼窄 小朋友進去 都困難 彎身去看看洞 哇! 頂他的肺 整個洞到盡頭 只有三尺長 而且 是蜜蜂的? 嗯 OK 我也是 繼續等他們出來 又過了一陣子 我聽到 有一把女聲 喘氣的 慢慢在裡面爬出來 今次 是另一個女生 摘了對媽邊 我就叫她媽邊妹了 她穿著半件襯衣 半條黑色長褲 為什麼是半件? 是因為 她整套衣服 好像被人剪爛了 就是這樣 不過這也不是重點 她穿出來的時候 真的嚇了我一跳 她臉腫得 好像整個 發了毛的發水麵包一樣 輪廓都已經看不到 只是讓我分到 眼耳口鼻 爸爸妹妹出來見到我 好像見到親人那麼開心 不斷踏著我的肩膀 不斷在那裡跳 我那一刻 有點不開心 因為 我知道她之前 怎樣死 她又是說 有個電話號碼 又說 要等姐姐出來 想我幫她們打給市區住的親戚 媽便妹叫小桃 姐姐叫小妹 父母在國內運動的時候 已經抓進去坐牢很久 家裡只有四棟牆 住的地方附近 還有一個惡霸 看中了媽便妹 想打她主意 所以兩姐妹沒有辦法之下 才跟人去了東莞 留了半年 再游泳來到香港 小桃告訴我 其實她什麼都不懂的 一切都是靠小妹 她們在廣州 事先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才找齊子藍針 乾糧 膠袋 膠鞋 和波膽 她說開波膽的時候 特別感恩 因為全靠她才來到香港 因為她本身水性差 一有時間就去練習 當時很多人練習游泳 哥哥人 全部都是想偷渡 到了下水那晚 她姐姐怕她游不行 用條繩 將兩個人綁在一起 兩姐妹要共同進退 生死如共 她繼續口迫當晚的情況 在大鵬灣出發 我還很記得 天黑才下水 月光很圓 雖然晚上十一點 整個海很黑 但都還有些光 我姐姐 其實游得比我快 所以我很害怕 很害怕游游一下 走失了 之後找不回 幸好有條繩綁著 根據她說 游了大約三個小時之後 她們覺得很冷 全身越來越無力 但知道在海中心不可以停 她繼續說 我還不斷拼命游 突然之間 我發現我姐姐停了下來 接著我就被她扯了下水 不過幸好我掙扎 之後醒來 就已經上岸 在這裏了 幸好 真的撿回條命 聽到這裏 我已經猜到 因為這條繩 最後令兩姊妹撞身大海 不過當時媽B妹 還未知道自己已經過了身 我當然也不會跟她說 之後到輪迴的時候 她自然會明白 後來我翻查資料 大鵬灣和後海灣相比 海面更闊 水更深 風浪更大 水流更急 那裏真的浸死很多人 尤其在黑夜大浪之中 正是靠香港岸邊的 未約燈光為目標 一個浪頭打過去 很多人沉了下去 之後幾經掙扎 才浮上來 不過已經迷失了方向 在海裡亂游 最後體力耗盡 而撞身大海 望望天色 已經到了黃昏 再不走 我就趕不到車了 但是看著她 我又不忍心 就這樣扔下她一個 一個人 一輩子的願望 我都會想幫 就算是辦事 我都想做得遲些 再過多了一陣 有一個男人 在那個洞裡捐出來 我一看 就是朱向心了 她見到我和媽邊妹一起 立即整個人穿著 躁意大發 說為什麼媽邊妹 會和陌生男人一起 咦?她是真盲 還是有病啊? 我明明是個女人 還有 剛才才見過 怎麼會是陌生人啊? 嗯? 等一會 我心想 她 不是蕭英的男朋友嗎? 怎知道她轉頭 真是叫媽邊妹做蕭英 Oh My God! 真是好亂啊! 不過 未等我搞清楚 朱向心好像瘋了一樣 在褲袋裡 拿了把刀出來 作勢要插我 我真是火都來了 心裡忍不住XYZ 心想 頂你的肺 整班都瘋了嗎? 雖然不怕被她插 因為根本傷不到我 不過我已經不想再跟她們瘋了 立即走人就算了 說不定 一陣子的洞裡捐多些人出來 到時就收不到課了 當時的天已經黑了 我自己一個開了頭燈 連跑大跳 總算撕掉了她們 走到石堆小平台 前面有個水桶 積滿了水 可能是前幾天下雨吧 我走過去的時候 是意識望了一眼 怎知不望由自可 一望真是嚇死我啊! 在頭燈的光之下 那個淡的水裡 我見到媽媽和女生一起 兩隻手綁住了一條小繩子 在水裡抬頭看著我啊! 後記 我知道在偷渡潮的時候 很多邊境原居民 都會有報 或者捉這些偷渡客 然後困住起來 再問他們拿電話 打給親戚 要他們離屬 當時曾經發生過幾個命案 不是那些人射死 就是那些原居民死 亦都有一套電影 講回當時的情節 名叫做打蛇